AIT新冠启用 多个团体臣抗 警方交管维安 美国在台协会内胡新冠上午举行启用典礼 统派、独派等多个团体聚众陈抗 警方部署大批警力维安 陈建于社 AIT美国在台协会新冠12日举行解采仪式 在台协会安排媒体参观内胡新冠一文收藏品 图位管区内美国国旗飘扬 陈怡承设 AIT美国在台协会新冠12日举行解采仪式 在台协会安排媒体参观内胡新冠一文收藏品 图位管区签证身半处入口造型 陈怡承设 2018年6月12日台北市AIT美国在台协会新冠12日举行解采仪式 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处长梅建华 前排又二 带领同人在乡案前举香祈福内胡新冠心错落成 陈怡承设 美国在台协会内胡新冠上午举行启用典礼 国内外政要 贵宾将参加揭牌仪式 因由统派 独派等多个团体聚众陈抗 警方漏夜架设铁马护兰及实施交管计划 并部署大批警力为安 避免产生脱续行为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胡分局公告人 车潮 交通疏导管制措施如下 一 管制范围 北启成公路四段与金湖路口 寒 东至大湖公园 不寒 南沿金湖路347项 寒 西气康宁国小 不寒 前阶范围内之道路是状况做必要之弹性管制 二 管制时间 107年6月12日星期二 六十七至十五十指 是状况提早或延后接触管制 内胡分局表示 为维护活动交通秩序与安全 将使现场交通状况及人数扩大交通管制范围 驾驶人行经前接管制路段时 请配合减速慢行 并应遵守远景之指挥疏导 以确保行车安全与顺畅 必要时将弹性机动管制民权东路六段 成功路四段 康宁路一段及康宁路三段公车车辆进入金湖路 双项